将来你走进婚姻之后可能会做一个定刻家族 对 不想要孩子 不想要孩子 就是喜欢帅哥 这个不会变 不会变 来相亲找对象 如果成了以后不要孩子 那你来相亲干嘛 就是仅仅谈恋爱呗 那你报梦相亲干什么 是浪费国家资源 还是想展现一下奇葩的自己 介绍一下女嘉宾 江亚男小名江天真 29岁教育机构市场部经理 年收入5万元4 咱这女嘉宾 是社会高质量人才阔湖黑人问号 就这猪腰子脸都是油的人 叫自己天真 哇哈 天真有这么老吗 你这可不像是29啊 咋看咋像40来岁的 天真告诉红娘 自己为啥叫天真呢 因为喜欢盗墓笔记中的一句台词 用我一生换你十年天真无邪 那你是不是理解错意思了 你这样的人咋能叫天真呢 我问你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盗墓笔记 然后盗墓笔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用我一生换你十年天真无邪嘛 然后我特别喜欢 基本上看了好多年 每年我都去常拍 特别喜欢靠在窗口的位置 能看到人呢 能看到那些风景啊 就觉得会心里很舒服 然后看到情侣出双 入队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的想法是 他们俩啥时候分的 估计也快了 你瞅瞅 这还没说多少呢 就暴露出来了 见到别人情侣就诅咒他们分手 你这叫天真不你应该叫变态 不相信爱情还来相什么亲 你这不活生生浪费社会资源吗 趁现在赶紧走 小心我烦了给你俩电炮子 行我是解说员 不能大大出手忍住忍住 一个非常严控的人 这位女嘉宾还是被严控的人 导仰我刀呢 别拦着我 就她长那样还严控我砍死她 对婚姻本身是不期待的 但是我更希望有这么一个人 可以在婚礼现场上 让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谢谢你走进了我的生命 让我对婚姻有所期待 你希望两个人的二人世界是怎样的 或者说未来的家庭生活当中 不要有孩子 过分了吧 相亲就是相亲成了还不要孩子 你这是在触碰我的底线 这是来相亲的吗 这是准备让我的红娘生涯交代到这吗 没办法啊 谁让我们是红娘呢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希望一个她而我自己有所改变 对比如说身材 比如说我的想法 比如说那一切的一切 反正目前没有这么一个人 让我有这种想法 而且我会特别排斥这种想法 将来你走进婚姻之后 可能会做一个定刻家族 对 不想要孩子 不想要 推营和天真都留半天了 这小伙咋还没影呢 说晚到一会儿 可是眼瞅着约定的相亲时间 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可下等来了小伙的休息 我现在就在这附近呢 我找地方听车呢 那地方听车呢 我就搜个平台找 听这声音我就不是很喜欢 就是充满着好 小伙做得不错 有眼色 晚来这一回刚好杀杀她的锐气 就天真这样的试水 也看不上她 咋的声音还不喜欢了 人丑多作怪呗 啥玩意都能被你挑出来点毛病 相亲对象 也被伪 31岁人力资源包公投 年收入15万 大兄弟你想的太美了 看人不能看表面 不是戴眼镜的人都很文雅 你会对刚才自己说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当见面天真看不上男主 开始出洋相各种找事 真是 佛面上去刮金真刻薄 这是来相信的吗 导演我刀呢 看我不砍死他 人家还不如声音呢 就是我是一个眼控非常严重的一个人 刚才主要是做这个人力 那你介绍一下人力呗 你是有资格证的吗 没有 我短时间就没有 那你打算考吗 怎么考 如何考 去哪考 需要报课程吗 这个完美 具体完美 就是只负责照病吧 对 夺命三连问 天真啊天真 你可真天真 总不能因为看不上人家 就句句挑刺 也就是男嘉宾脾气好 不然反手一个耳光 让你从天真打成无邪 你瞅瞅 男嘉宾还没说两句话 这可又嫌弃男嘉宾不注意形象了 想我改变自己的形象吗 改变自己的形象吗 收拾收拾 这胡子没话 我也知道 我早上有时候我都不吸脸 你没找我 四点就起 你知道今天要相亲的呀 我早上吧 我把那东西带来 我找忙 我就走了 我没关胡子 妥了说到这里 就宣布 男嘉宾已经受不了了 此次相亲宣布失败 但是别慌 红娘就知道有这情况 所以还有一位嘉宾 这嘉宾可是真有意思 早就来了偷摸的在一旁 注视着天人 当天对象 刘兴尧 1989年出生 30岁 私营业主 您收入8万元 第一个印象 就是不是我姓友们的他 是吗 对 所以你不跟我打招呼吗 说实话我都想走 但是为了答应你这事 我必须得来 就是你看着我们进来了 然后看到他了 也知道他就是要跟你见面的女生 不是心中想象的那样 很失望 长得也就是60分 这个标准 普通照相 看照片80分 见本就变成60分 照片美了呀 照片脸上没有包啊 差不太多吧 差挺多呢 你看他那脸 瞎着 既然两人都没看上对方 那怎么撤吧 给这女嘉宾找不到啥好的男朋友 则标准小伙子都说了 要个贤会贤妻良母型的 但是天人说他的标准 是找个精神层面的 一下子 让小伙说猛逼了 关系 女方孝顿 嫌弃良母型的 我觉得这很简单 得孝顺 得是嫌弃良母型的 你是不是这类型的 我不知道吧 我又没结婚婚 更注重精神层面 结婚这个事情吧 可能没有认真地 就这么思考过吧 但是我不觉得是什么 因为适合就结婚 不是因为合适而结婚 那是因为什么 就是很单纯的爱情 而不是因为年龄 然后合适 然后因为家里催 然后因为觉得一年了 可以结婚了就结婚 他就是相信爱情 才去结婚吗 我说的那不还是合适 两个人合适 相信爱情才能结婚 两个人不合适 不相信爱情 何必要再走在一起 就一定要结婚吗 那这个问题 我有点不会的 相信不就是为了结婚 那天真你应该自己去找对象 只谈恋爱不结婚 不生孩子做丁克 那你相信干什么呢 你就应该自己在家里待着 等着自己的灵魂伴侣 自己来找你 有处的灵魂在一起 就一定要结婚吗 那你可以做丁克啊 对啊 不是丁克 那 丁克不适合我 你当时心里怎么下 这个人有病 为什么不想结婚 丁克家族 这个人特别有特性 个性 与众不同 都没花一个路 人生活得比较自我 我可能不能把我的心 用到我的孩子身上 而且 生孩子对女人 造成的一些伤害太大了 不想生孩子 就别来相信 谁逼着你来相信了 你这样的人 就适合孤独终老 灵魂伴侣给你找不来 再见 找对象为了开心 我第一次听见这样说的 那对象是你爹啊 是你妈啊 是个玩物吗 还美其名约为了开心 我感觉就是因为你丑 你找不到对象 来个自己施加的心理暗示 丑人多作怪 自己都养成和自己的习惯了 那走吧来相信干啥 浪费国家资源呢 天真也说了 自己是个特别直爽的人 看见一个帅哥 就过去要微信 说做人要勇于尝试 小伙子在经受刚才的折磨后 终于反击了 你太不靠谱 你是个渣女 你三分热度 我从来在路上 然后就遇到一个人 我觉得对象 好帅气 我特别喜欢他微信 就是没有想太多 然后我就跑到去 我说你能给我个微信吗 我说你看我挺着急的 我其实想跟你闹闹 但是可能没有时间 大家先加个微信吧 他第一次拒绝我了 说我跟你不是很熟悉啊 就看着 看我笑了一眼 然后我说你等我十秒钟 我跑过去 我跑过来 我说大家是第二次见面 加个微信吧 好大胆 是我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我是一个很主动的人 我就感觉 遇到这样挺不靠谱 就体验新鲜感 完了去管理一下 生活嘛 就是一个去尝试 犯错修正的一过程 你都不去尝试了 你怎么能知道不行呢 都说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 那么不好的开始 至少成功的三分之一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一个价值观 你得去主动嘛 没有人一会在这等着你 就过来找你 就是一个女孩 你要追求一个男孩的话 比如说你要追求的 已经追到手的 这个新鲜感也有的 成就感也有的 时间长了 你会一脚被剃走的 所以始于言 我一定会相信你 是这样的 所以始于言是限于才华 终于人品吗 你得慢慢去了解呀 这件事遇见我 我要是看着她 我不会累 我自己走的 你不会被她追到的 就是她就 做地根就不是我心中想要的 我就是喜欢摔歌 这个不会变 不会变 不会因为过了三年五年了 可能差不多也行 我在高中时外 喜欢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草 然后我们大学的时候 喜欢的是洗草 后来在我毕业了之后 喜欢的都是能让我有一种 很成就感的那种人 颜值是敲门转 因为在我什么都不了解之前 颜值是反的第一面 那你有没有想过 她是一个颜值很高的人 你跟她有没有能够匹配 哪方面匹配 颜值啊 如果匹配不上 就这么我们不是一路人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交往了 那就没有开始了 就我都严不可能 我就是个情人 自己都说颜值是敲门转了 那天真 家里没镜子吗 不行撒泡尿找找 自己的猪腰子脸 还挑着挑那 还想找灵魂伴侣 想多了把你 真是个奇葩 本次相亲失败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